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我身上的这一套衣服 包括在拍摄广告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这一套 也是这一次跟Mihara大师一起合作 觉得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的一套 我觉得很有趣而且也很很有突破 因为它把原本飞了有个意识的优雅 和东京的潮流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的碰撞是很有意思的 也产生了很有趣的化学反应 我觉得其实我跟Filler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会想说去跳出舒适圈 去玩一些更好玩的东西不断地在突破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点 白变 T恤 最近入手了非常多Filler的单品 我最喜欢的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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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确实还在计划当中暂时保密好了 有在做准备要做专辑的单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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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坤坤我觉得首先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阳光镜面的一个艺人 而且刚才重要就是我的团队发现他的这个时尚的品位 他的眼光是非常OK 他懂得穿 懂得挑 那跟我们风向节的这个主题 或者说这个整个价值观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吻合的 东京的桥流界是以Mihara作为一个所谓叛逆 是一个先锋 而本来菲拉整个的雕性是比较时尚优雅高纸 所以我们就能想到一个名字叫风向 这个我要谢谢Mihara本人 因为他看美学看时装有比较独特的眼光 所以你看到今天模特的很多衣服是一个很有趣的拼接 颜色面料剪裁都不一样 但是拼在一起要很时尚很和谐 这个作为一个西装 作为一个高纸运动西装 其实是并不一样的事情 而且我蛮有信心 一个年以后再看这些collection 还是会觉得很权威 很有创意度 很苹果是很多 Mother's Day fant coun fer 很 many opportunity 那些西装